各位女士,好早安。希望您可以聽得到我很好。 非常感謝您在美麗的京都在美麗的京都。 感謝您。 可以說這是第一次疫情之後現下參會。 我希望大家可以聊一聊IGF是什麼。 也可以分享一下我們的工作方式。 我們有四天的會議。 同時呢,我叫Senegal,我是在IGF秘書工作。 詳細的情況我可以解釋一下。 在紐約日內網和日內網則是支持IGF的工作。 Metro呢,是IGF開始之後,馬上就成立了。 昨天呢,如果大家有會的時候,大家知道Gindai是誰。 那麼這個會議之後,我們這個18次IGF年會,大家也會見到他。 所以呢,歡迎大家跟我們任何這個Metro的人進行聯繫。 我們加起來有104個人,希望跟大家保持接觸。 我想很快地過一下,就是來解釋一下IGF是什麼。 是怎麼建立的。 怎麼樣進行合作。 也就是說20年的歷史。 那麼給大家放幾個換燈。 但是我們今天大部分的時間還是跟大家互動和對話。 Metro希望聽到大家就現在留情了一些反饋。 你們的對IGF的預期,這對我們以後改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反饋。 所以,講一下IGF的歷史。 聯合國支柱呢是多邊機制。 也就是。 是,我們這個換燈裡頭有一些干擾。 是,我們也希望這個線上或者有機會參會。 說呢這是一種傳承的政府之間的多邊機制。 那麼我們引入了這個多利益相關方這樣的一種結構。 那麼那時候這種概念是比較興起的。 那麼00年左右時候還有90年代末的時候, 互聯合剛剛興起。 可以更多的介入人的生活。 那麼我們有不同的利益相關方的社團。 他們希望有一個互聯網治理的機制。 同時呢,它應該是個安全開放即人權的這樣一種架構。 而且是一種一個整體的互聯網。 所以這是當時大家對它的預期。 因為0年早期的時候,我們成立了一個互聯網治理的工作組。 他們來自那些不同的背景的那些利益相關方。 其中有一些也在場。 我覺得他們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信息來源。 如果你看一下這個網上百科全書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些成員的情況。 他們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資源。 所以呢,長話短說。 我們這個互聯網治理這個進行的定義。 像它可以看到。 也就是說政府、私立部門和國民社會。 嗯, 界定了基本的一些原則和決策過程。 以及使用這個對互聯網的演變和使用的這些定義。 那麼這定義可以說比我們的歷史還要久。 但是今天呢還是依然的有效。 那我希望通過你們作為最終用戶的角度。 大家可以體會到這些原則。 我覺得對這個數字的公共政策來說是非常有效的一些原則。 那麼再接著講。 有關這個WSIS峰會的時候, 發出了呼籲要求成員國在內的多利益相關方。 建立這樣一個包容的多利益相關方的這樣一個論壇。 讓大家來一起來講講。 來探討這個治理。 互聯網治理。 那麼2003年和2005年。 在圖尼斯。 然後瑞士瓦在日內分兩步走。 然後最後呢,IJF是第一次會議召開了。 尤其是圖尼斯議程72段。 那麼確定他的職責範圍。 IJF是2006年第一次召開會議。 那麼科菲亞南聯合國當時的秘書長。 然後第一次年會是當年, 2006年10月底10月初在這個雅典東道國是希臘。 那麼現在呢,我們在這裏開會。 那麼我們這次開了18屆年會。 那麼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流程。 那麼這次我們的東道國是日本。 同時呢,也涉及到,IJF結構裡頭涉及到各種工作方式。 它的特點呢,大家可以在幻燈上可以看到。 首先,它是一個多利益相關方的諮詢小組MAC。 它是40個人成員組成,來自40個國家。 還包括那些地區的小組。 那麼男女平等的原則組成。 通過自己選舉的一個主席。 那麼是聯合國民部長指定他的成員。 他的意識規則,他的職責。 主要是男女平等,還有這個相關的意識向聯合國民部長提供建議。 那麼由來自私立部門的代表。 這個會議非常重要,尤其是從這個多利相關方諮詢委員會組成的角度。 也就是說,我們會更新這個諮詢組的新的成員。 也會通過這個年會中選舉一個新的主席。 這次也是這樣。 相關的信息也會在我們的網站上發布。 在相關的會議上會發布這方的信息。 這個MAC呢,就是年會對三分之一的成員進行更新。 那麼今天我們會知道11個新的成員來自哪個國家他們的背景是什麼。 所以呢,我們會關注這個新成員更新的情況。 如果你們想加入這個諮詢委員會。 那麼前半年有幾週的時間你可以提名, 任何個人的或者機構的理想官方都可以提出候選人進入這個諮詢委員會。 也就是說呢,可以連續連任三期。 那麼這個IGF的結構一直在進行更新。 在某種程度上講。 所以呢,我們今天講就是我們的領導人會議。 他的前身是有關國際合作的一個會議。 那麼他一直在更新他的工作方式。 就是考慮到這個速度技術的快速的發展。 來確保我們的機制呢,能夠跟那些這個技術的發展與時共進。 所以呢,領導人會議呢,可以說是一個,包括了15個成員國組成。 比如說MAC的主席啊。 這個技術委員會的主席,也包括東道組成代表。 還有下一,包括以前的東道國,現在的東道國和未來的東道國的代表。 這個領導人會議呢,能夠,就是去年當年和這個下一年呢,有一個非常連續的這樣的一個治理架構。 昨天,我記得最後一節會議的時候,我們已經,我相信你們已經見過這些領導人會議的這些議會者。 當然這一週,比如說在全會的開幕式的時候,你們有機會見到他們。 你們可以聽聽,這個,他們在推動IGF工作方式,發揮它的影響,他們的一些意見和建議。 它可以幫助我們,現在沒有加入這個機制的人呢,能夠加入我們,沒有人掉隊。 那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樣性,Winsett,她是我們這個主席。 她是互聯網師傅。 還有副主席,還有副主席Risa女士,她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 我相信大家也是對她非常熟知的。 然後呢,這是下面的工作機制。 那麼,一開始我在那裡工作,我們的秘書處在日內網,我們在那裡工作。 那麼我們的規則呢,就要確保所有這些機制呢,能夠正常地發揮作用。 尤其根據我們正常程序和原則。 那麼,IGF的原則是什麼呢? 它是透明的,從下而上的,包容的,開放的。 那麼,它是來自預算外的資金。 也就是說呢,它沒有一個正常的預算機制。 它是完全依賴於那些不同的捐助方的儲資。 或者是實務捐助。 那麼它應該是透明的。 融資的機制是透明的。 所以你看一下網站的話,你可以看到那些信託基金捐助方。 還有那些實務捐助是誰提供的。 如果你們晚些時候有一些問題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們。 某些政府是,還有那些技術公司,還有私立企業,他們是最大的捐助商。 同時還有一些那些非商業的領域的那些捐助的,也就是公民社會的一些捐助商。 我想這幾資金來源的一些情況,我們特別感謝那些給我們這個提供大國務部支持的。 尤其在過去的10年提供支持的所有的朋友。 那麼除了年會,還有其他一些工作流程。 那麼其中主要是兩個流程。 你們可以記一下,關注一下。 一個是叫閉會期間的流程。 也就是說兩次年會之間,叫做閉會期間的, 將社區為中心的一種工作流程。 那麼晚些時候我會展開講,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流程。 就是像今天這樣的,也是這個京都會議。 也就是我們的年會。 不同的成員國,不同的政府呢,都主持過,擔任過這個東道國。 比如說這一次呢,是日本。 明年呢,我們馬上會正式宣布是誰來主持,誰來做中道國。 也就是說2024年年會。 大家呢,在過去的17年, 那麼主持的這個東道國的一些情況。 非常高興再次回到亞太地區。 那麼上一次可以說是很久以前了,在巴黎開的,在亞太地區。 那麼這是每一次IGF我們的情況。 大家如果參加回到晚會,不光是昨天晚上啊, 你們已經感受到這種熱情。 因為這麼多人在一個地方聚集一堂,充滿了激情。 來討論互聯網治理。 那麼互聯網呢,把我們團結在一起。 可以提高我們對社會的,對世界的信任。 使得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那麼我們不光是討論了。 當然,他不是說是一個決策機構, 但是並不意味著沒有一些具體的成果。 我相信從你們的體驗中,你們也會感受到。 我覺得我們對個人,對機構來說, 最大的好處呢,我指的是參加年會的人。 就是說大家可以建立一些關係啊, 然後大家解釋一下,相互的學習, 分享一些最佳的實踐。 這樣的話呢,回去你們帶回到你們的工作, 你們可以做得更好。 同時呢,還有一些具體的成果。 比如說,開完會之後呢, 在網上,有一條IGF Messages。 它也是我們具體的成果, 主要是用這個報告的形式來體驗。 也就是說我們一年差不多要開三百多場會。 那麼三百多場會, 都有一些具體的成果。 主要是就這些各個主題來發表一些成果和文件。 那麼我們需要的互聯網。 那麼這是今年年會的主題。 然後還有八個這個主題或者是團隊, 設計到互動互聯、人權、整日物、人工智能, 還有其他一些新型的技術。 同時也涉及到數字治理, 可取發展環境、安全, 還有數據的治理等等等等。 所以呢,主題是非常多的。 可能太多了。 日程非常的豐富。 但是它確實反映了我們生活真實的世界。 那麼這種線上的網上的環境, 大家都有不同的關注點。 所有這些都必放在我們的日程裡頭。 所以呢, 我覺得你們的視角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這個世界。 確保我們所有的社區是知情的, 可以獲得所有這些信息。 今年論壇可以說註冊參加的人數差不多是創紀錄的。 已經差不多9000個註冊參加我們的年會。 75%是自己親自來的。 剩下的是這個線上常會。 有關那些與會者的背景呢, 它是非常多樣化的。 比如說, 來自不同的學科行業, 來自政府, 國際和政府間機構, 公民社會, 包括研究部門, 私立部門, 技術公司, 還有其他的一些產業。 我下面再來講一講我們的這個閉會期間的不同軌道的工作。 介紹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如何參與這些工作。 如果感興趣的話, 需要做些什麼來加入我們。 閉會間的工作呢, 就是兩任聯會之間的這樣的工作。 會議的工作的結果呢, 會在聯會上討論。 我們有三條軌道。 我們有比如說B,P,F, 還有P,N, 就是關注具體的這樣的問題。 我們的利益相關方呢, 大家都一起工作, 來看一看有哪些問題, 分享一些最佳實踐, 或者說是不那麼好的時間, 提出具體的建議。 我們也非常的關注, 我們閉會期間的工作, 能夠採取切實的行動, 取得切實的成果。 比如說, 今年我們有一個專門關注網絡安全的這樣的一個最佳時間論壇, 就是在不同的層面, 國家地區和國際上, 來看一看還有哪些差距。 我們這一周呢, 他們專門還有一場會, 大家也歡迎去參加, 去了解他們的工作, 現在有哪些成果。 而這個最佳實踐論壇, 它的工作的方式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加入它的這個郵件清單。 而關於這個MAG呢, 就是多利益相關方的諮詢小組, 他們通常是一系列的這些人呢, 他們會來組織這樣的一些討論, 而我們的秘書處呢, 也會組織討論, 討論相關的大家感興趣的一些話題, 每個月可能都要開會, 通常都是線上在開會, 然後一年呢, 開一次線下的會。 就跟BPF一樣, 它的這個PN也差不多, 也是通過郵件這樣的方法。 而這個呢, 它是涵蓋的範圍更廣一些, 看看有哪些問題, 有哪些現狀, 我們如何去改變這些現狀, 需要做些什麼, 採取一些什麼樣的行動, 來解決我們找到的問題。 今年呢, Mac就決定, 我們有三個政策的網絡, 就是三個我們這看到的列在上面, 一個呢, 是互聯網的這個分裂, 還有一個有意義的接入, 還有呢, 就是人工智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郵件列表, 隨時跟我們進行討論。 而PN呢, 它也有專門的, 多立一些官方的專家小組, 能夠驅動我們的工作, 往前進展, 讓更多的立先官方能夠參與進來, 確保我們的包容性, 用包容性的方法來討論這些全球性的問題。 它這個BPS和PN呢, 它應該是獨立的, 獨立於這個Mag。 而Mag呢, 它會給他們提, 對最後的這些IGS的這些年會的議程來提供一些諮詢, 提供一些意見, 然後呢, 同時呢, 也看看各個社群有一些什麼樣的一些意見。 還有呢, 就是各個社群, 他們覺得哪些工作是需要有更高的優先項的。 然後呢, 再給各個軌道的工作提供建議。 它跟這些前面幾個不一樣, DC呢, 就是動態聯盟, 它的工作呢更加的多元化, 來自更多地區, 更多領域的這樣的專家會加入進來。 有一些呢, 可能時間都比較長了, 好幾年了, 甚至有的還跟這個IGF的這個年份都差不多。 它討論問題非常的具體。 我們看現在有24個DC, 但在開會的時候, 其實現在我們已經有更多了, 有27個, 它裡面有很多, 你比如說有區塊鏈啊, 環境啊, 還有域名等等。 大家其實可以到我們的IGF的網站上去看看, 我們有哪些DC, 他們做些什麼樣的工作, 可以加入他們的郵件列表, 或者說呢, 可以跟我們的秘書處聯繫, 我們就會幫助大家聯繫這方面的協調人。 IGF的工作呢, 還有一方面是要提高大家的能力, 就是能力建設。 我一開始講到了我們的職責, 就在講到這個圖尼斯議程的時候, 裡面就提到了能力建設, 幫助發達國家, 分散中國國家, 提高他們的能力。 而能力建設的戰略呢, 每年都會調整, 以滿足全球社會的需求。 今天我在這兒呢, 主要是講兩個要點, 兩個重要的這個組成部分。 今年在京都呢, 他們也參加了就是我們說的議會軌道, 還有青年軌道, 都是希望能夠提高能力, 能夠跟立法者, 來自各個國家的議會的代表來參加, 他們都來參加這個議會軌道。 這個呢, 是由我的同志Celine協調的。 我們呢, 也是跟地區的IGF 一起來工作, 這樣呢, 能夠更有效地接觸到 當地的這些參與者。 比如說今年呢, 我們就有一系列的這樣的能力建設的工作, 是由當地的這個IGF, 來召開的, 包括澳大利亞呀, 還有非洲的Abuja等等很多國家, 他們都組織了很多活動, 尼日利亞等等。 我們看到了有很多的這樣的對話, 昨天就有, 今天呢也有, 我也建議大家呢, 能夠去IGF的網站上, 我們今年的2023年的這個議會的這個軌道上面去看看。 它上面寫得很清楚, 今天有哪一些會。 我覺得大家可以到那去, 可以跟當地的這個議會的代表可能有更好的交流。 還有一點呢, 就是我們要關注這個持續性, 就是要投資與年輕人跟他們合作。 在青年軌道上呢, 我們秘書處每年都在全年無休的跟協調人, 就是年輕人去工作, 包括他們的網絡呀, 社區呀, 共同來討論互聯網治理的問題。 今年年輕人跟我們說, 他們關注的優先要點呢, 就是要有一個安全的數據化的未來。 所以說呢, 我們也就組織了一系列的能力建設的研討會。 就跟議會會軌道一樣, 有的呢是由地區的IGF, 包括亞太地區的IGF再來召開。 我們有歐洲的, 當時是芬蘭他們開始召開。 然後呢, 又開始是亞太區的, 包括澳大利亞, 還有拉美, 在哥倫比亞那邊召開。 然後還有非洲, 是9月份是在尼日利亞召開的。 昨天呢, 有個年輕人的這樣的一個軌道。 昨天有一個青年峰會, 我們在這兒想要打理一個框架, 進行一個有意義的對話。 這一代的年輕人, 這一代的專家跟下一代的專家進行交流。 我們覺得年輕人他們給我們提出了非常清晰的信息。 他們希望能夠積極的作為, 但他們不想要被割裂, 被孤立, 希望能夠跟我們能夠有對話。 就是跟現在的這些政策制定者也能夠有意義的互動和對話。 我剛才已經跟大家講到了一些IGF, 不僅僅是一個, 這就跟我們的這個倡議有關系。 我們有好多個不同的, 有IGF, 有國家的, 有地區的, 還有次地區的, 還有年輕的, 就青年人的IGF的不同的倡議。 各個國家和地區呢, 都有很多的這個IGF。 這也跟我們的這個宗旨相關, 我們希望在地區方面能夠有多利益相關方的參與。 我們打造了這樣的一個模板, 那很多的地區和國家, 他們就開始組織自己的這個IGF的進程, 使用同樣的原則框架進程, 在自己的當地。 現在已經18年了, 18年的努力, 讓我們現在有超過160個官方的NRI, 就是國家和地區的這個倡議。 他們都是遵循我們同樣的這樣的程序和原則, 也支持我們的網絡。 我們每年都會提出一系列的這樣的目標, 在年會上提出來。 但是還有其他的一些目標, 大家可以到我們網站上去看一看。 我們通常都是在年初的時候, 通過自下而上的這樣的諮詢的方式來產生。 很多的這個NRI呢, 也都來參加了今年在京都的年會。 他們會有一些自己的會, 還有合辦的一些會, 也鼓勵大家都去參加那些會, 去認識同事。 不同國家的同事。 另外呢, 我也想要感謝日本。 日本政府其實他們也有非常棒的, 這個國家的IGS。 9月份的時候他們剛開了年會, 9月初的時候, 非常的棒。 讓日本這邊的同事呢, 也是做好了相當充足的準備來參加今年的這個, 我們的年會。 我就不講太多了。 一會兒大家可以從, 直接從我們的領導小組當中來繼續去了解我們。 我希望大家已經去參觀了我們的這個Village, 就在註冊區旁邊。 在我們的這個Village那邊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一些展台。 展台上面呢, 就是希望能夠讓我們的社區能夠跟機構能夠更好的進行互動, 共同來探討互聯網治理的問題。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能夠跟組織去建立聯繫, 看一看如何推進合作, 長期的合作。 我們還有一些雙邊會談的會議室。 大家在網站上其實可以看到, 大家如果說你想要去單獨的進行雙邊的這樣的會談的話, 那你可以通過我們的網站來預訂會議室。 我們的秘書處呢, 可以幫助你們預訂, 這樣大家就可以進行雙邊的會議了。 大家如果說想要跟誰聯繫的話, 也可以直接跟我們發郵件, 我們可以幫助你去聯繫。 我們整個程序我就不細講了, 不贅述了。 其實跟聯合國文的這些聯繫是非常, SDG是非常非常緊密的, 就是執法目標。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頁上它是有17個目標, 是全面地跟我們的IGF是聯繫在一起的。 我們全力地支持和持續發展。 而我們所有的人呢, 組織方還有參會嘉賓都在盡一切所能, 確保我們能夠通過公共和私人部門的這樣的政策, 數據方面的技術能夠支持可持續的發展。 我剛開始的時候講到了數字合作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座的各位可能也都聽說過, 尤其是這個GDC, 全球數字契約。 這個呢也是秘書長, 其實他的辦公室提出了不久的。 主要的目標呢, 就是能夠打造一個長遠的數字的未來, 這樣能夠讓我們能夠從中受益。 裡面已經講到IGF, 包括我們的領導小組, 它其實呢就是數字合作路線圖的一個成果。 在這一頁上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些細節, 關於這個數字合作路線圖的細節。 以及我們現在的現狀。 我們共同的議程, 還有全球數字契約。 說到這兩點呢, 今年聯會上肯定也都會探討, 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的。 因為GDC, 它現在呢是在全力的推進。 成員國呢都在進行談判, 去了解GDC到底是什麼。 而IGF呢, 也是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平台, 我們的成員能夠平等的來討論互聯網治理的問題。 還有包括公共數據, 公共數字政策的問題。 下面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或是評論。 不一定是提問啊, 大家也可以講一講你的體驗。 就是說IGF, 對你意味著什麼? 我們好像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聯繫, 可以加入我們的郵件列表。 或是跟我們發郵件。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秘書處的郵件。 在這個PPT上, 大家可以跟我們聯繫。 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跟我們聯繫。 臉書,推特, 還有Instagram上面呢, 我們都在上面。 我們還有專門的這個移動的APP。 這個比網站上瀏覽要方便得多。 歡迎大家下載。 大家可以用一用, 然後跟我們反饋一下這個用戶的體驗。 這樣我們明年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就先講到這裡, 看一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說是評論。 如果說有評論的話, 可能需要大家到前面來用這個麥克風。 好像沒有人想要發言或是提問。 線上有沒有聽眾想要提問呢? 沒有,好。 線上也沒有問題。 那很好。 那可能就是我講得太清楚了吧。 感謝大家參加今天上午的會議。 感謝大家參加年會。 非常榮幸。 今天上午能夠在這兒跟大家交流。 我們馬上要開始準備今年的這個正式的開幕式了。 我們就早點結束吧。 這樣我們的主辦方和技術團隊也能夠多有幾分鐘的時間把這個舞台和房間準備好。 那我就早一點結束。 非常感謝各位。 我們會在外面。 大家隨時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的辦公室是104。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來跟我們聯繫。 感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 謝謝,謝謝。